北京时间今晚20点,中国男足将在海口园和体育场迎战巴勒斯坦。 在中国与巴勒斯坦交锋历史上,中国队赐胜一瓶且几时一球,这球发生在2009年的友谊赛。 在那场比赛中,中国队由曲波、高林、杨浩取得进球,当时高林替波登场,面对空门轻松取得进球,比赛第87分钟,巴勒斯坦前场敞断后突入禁区,杨志出击扑倒对手。 裁判果断出是红牌将杨志法下,同时给对手进球机会,但由于当时国足已经没有换人名额,因此高林最终负责客串门将把手球门,而他已最终目睹了巴勒斯坦历史。 上队国足的唯一进球,对于高林来说,在他超过百场的国家队生涯中,这场比赛一定是有趣而难忘的。